他韓總是這樣 反正他人就是很豪放 很豪爽 但是我還是科學家 我也跟他講說 這種民調的分析 怎樣怎樣怎樣 他也聽得懂啦 不過他都會說 啊 會不會有這麼親吻 我們兩個人講的話都很符合 我們兩個人的Style 另外想問說 因為有傳出不分析附配固列 那你有說讓子彈再飛一下 看他可不可以辯護過去 所以是辯護過去就會附列固定 另外怎麼看說 外界認為說 假設他真的進到國防外交委員會恪惡 這一題其實我們一樣啦 常常說我們是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方 我先講第一個概念 今天在中華民國 如果拿到國民身份證的人 那你說他沒有參政權 那我們就不是一個法制國家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也知道說社會上有這個叫氛圍等等 所以是這樣嘛 如果他真的會當不分區立委 我們在初期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內部的那個叫什麼 叫慣例就是說 既然有爭議 不要讓他去參加國防外交委員會 可是如果他是去衛環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 這個我想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第二點 第三點是這樣 我每次說每個人都要替自己辯護 我常常說我們給每個人機會 可是行不行也要靠你的能力 我們海選的精神就是我們給很多很多機會 所以遇到問題 要能不能替自己辯護 能夠 比方說面對這種記者的詢問 他也要能夠去回答 所以每次說政治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你有沒有辦法去說服你周邊的人 對選舉來講是你要說服選民 但是我還是講那句話 如果我們讓一個人有身分證 然後跟他講說 你雖然有身分證 但是你沒有很多權利 那這個是我們 就表示我們還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這是我個人的信念 主席 他想問一下明天會跟朱子一起見面嗎 這個 再過幾個鐘頭你就知道了 主席 想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在之前27號你們就有些會前會 不過跟上次的黃金組的不太一樣 沒有派出黃金組 那是因為擔心說黨主席結果就換一個人來看 沒有啦 這次是黨主席對黨主席談了 那個就沒有再 就不需要再那個 就黨主席對黨主席談 請問一下 你剛才講說 就是布林座只有幾位申請 就是說 周材聯合同理可能會跟他 就是希望他擔任職場的期待嗎 像你這一題就是 不是每天在講藍白盒 到底藍白盒怎麼盒都還不知道 後面怎麼有後面的問題 你怎麼 前面都還沒解決 但是你這是有做綠座準備 這個好孩子 你說得對 這樣對